那今天在高雄市這邊 我們要宣佈有新增了13例的確診個案 這13例的確診個案 那根據我們的這個疫調 指標個案 第一個發現的個案是22394 剛剛市長也有很清楚的描述 他的發現過程 我們要非常感謝在臨床醫師這邊的警覺 在他就醫的過程裡面 意識到他的一個症狀 那就給予他居家快災試劑 那並且在居家快災試劑的親自治療之下 那採檢呈現陽性的狀況 那又親自聯繫 這個衛生所這邊 給予協助就醫 那後來確診了 那22394這個個案 確診之後 我們就根據這個流行病學的調查 那匡列他的家人 職場接觸者等等的這些對象 那整個職場接觸者在我們的 匡列範圍裡面總共有56位 有56位 那這56位裡面 直到剛剛為止 那已經確認了 就是有10位的陽性個案 那這10位職場接觸者有共同的特性 他們都是在同一個作業範圍裡面 也就是說他們是在工廠的這個場域的二樓 那二樓是一個開放空間 那裡面有七部的這個化學基台 那這些裡面包含了有作業員 有評管員這個部分都是在該場域裡面工作 那其中也有部分的這些作業員 那是在他們共同的一個休息室 也就是吃飯或者是休息的地方 那是在三樓的場域 那整個的狀況 我們統計了一下 這13位裡面 那11位是職場接觸者 有兩位是職場接觸者的同屬家人 那這職場接觸者同屬家人 分別就是22461跟22462這兩位 那22461是20多歲的一個男性 他是22456跟22457的兒子 那這個同屬接觸的狀況之下 那因而染疫 那22462是一個十多歲的高中生 他是22451的這個也是兒子 那這部分也是因為密切接觸同屬 然後被感染 那也因為這樣子 那導致在22462的這個校園的接觸者 這些部分 我們有進一步的進行 這個狂烈跟採檢 那這13位裡面有個共同的特色 這個職場的部分 大部分都打過三劑疫苗 13個裡面有10個打過三劑疫苗 那另外有三位打過兩劑疫苗 那這個部分呢 大概顯示了在 Omicron的一個盛行之下呢 可能在疫苗的保護力 還有相關的這個防護 還有個人的警覺要更加的提高了 那第二個就是這其中有兩位 在我們措源疫苗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他的足跡有到目前已知的高風險的一個外線市 這個部分停留或旅遊的一個狀況 那其中也有一位他在近日有參加宴席 那這個宴席呢 基本上據了解 據掌握 也同時有幾位來自於高風險 這個高風險的一個環境跟場域 這一部分的一個對象 那我們會進一步去 我們進一步會去 會去釐清他的感染風險 那在整個的一個疫苗過程裡面 目前我們比較傾向 懷疑在22456這個部分 可能是我們目前急遇在釐清的這個指標個案 因為在整個的在疫苗 溯源疫苗這個部分 我們發現他的這個發病日是這裡面最早的 是在3月17號 那也回溯在整個的接觸風險裡面 那這個相關的一些風險行為 包含在這個戴口罩 還有相關的這些停留點 我們都會進一步再進一步的釐清 那受益疫苗當然 包含所有的這些可能的過程 我們都一一在抽絲撥檢 好